歡迎來到我們的主舞台 實在是太漂亮了 請來到主舞台 我們可以先讓現場所有的媒體朋友捕捉畫面 慧了姐才剛剛忙完演唱會 今天的氣色非常的好 稱他為美肌長的人 應該大家都是絕對認同的對吧 他的皮膚實在是太漂亮了 而且剛才我們在後台有稍微聊過 真的 慧了姐就是男人的大愛好者 他也提到女人在保養的時候 儀式感一定要有 而且要很輕柔的手法 絕對不要去拉扯到 中間麻煩視線 謝謝 媒體朋友 攝影大哥需要捕捉畫面 謝謝 好 以及左後方 不好意思 忘了姐 麻煩視線可以照顧一下 謝謝 好 現在我們也請工作人員可以遞上 最有傳奇的經典乳霜 再度我們開箱的正前方 謝謝 今天真的很感謝所有的媒體朋友 還有攝影大哥 以及所有貴賓的莉妮 好 我們中間 官方攝影師不好意思 麻煩忘了姐 謝謝 右手我們再給 右手我們再給 所有的媒體朋友 還是那個官方攝影師 這邊不好意思 想要再度的搶拍您幾張完美的照片 好 真的是 每集掌門人一出現 大家都為之瘋狂 因為皮膚狀態實在太好了 而且明天歌聲也是溫暖療癒了非常多人 就跟海洋娃娜一樣 用她最傳奇的經典乳霜 也俯慰了非常多人的美肌 正前幫我們最後再一次 我們稍後也還會再提供給大家拍攝的時間 好嗎 謝謝 好 緊接著我們要進行開幕移事 不好意思 再給最後三秒鐘 3 2 1 好 現在也請 哈囉 大家好 我們真的太開心 今天可以請到慧倫姐 請大家帶給一個熱烈的掌聲好嗎 嗨 謝謝 謝謝大家 今天來到現場 有媒體朋友們 還有媒體朋友們 就不見你們 好 對 才剛剛忙完演唱會 現在這麼神色 哇 太漂亮的出現在大家眼前了 謝謝 你也是 感謝 因為今天早上我也特別用辣麵 先後敷了一下 想說要整續 要美肌掌門人旁邊 真的是這個壓力太大了 首先我要先要來請教一下 慧倫姐 我們剛剛忙完演唱會以後 接下來還有什麼樣的計畫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 因為9月份 剛剛就是我的生命之花演唱會 剛剛在高雄站演出完畢 然後呢 目前暫時就是先回歸家庭主婦的身份 然後就是利用現在比較 比較多自己的時間 跟家人好好相處 因為我想大家最近都很有感 就是覺得好像自己 除了工作之外 自己的生活層面也要照顧得很好 所以就會希望跟家人好好地相處 沒錯 尤其在這個後疫情的期間 大家更是有這樣子的感觸 對不對 除了工作要拼 但我們也要去關注到日常生活中 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人事物 所以今天可以特地邀請原本已經回歸家庭的婚輪節 再度出席 來參與這次Lamere的活動 我們真的非常地感謝 而且身為Lamere的品牌大使 其實已經跟Lamere合作了好長一段時間 對你來說 海洋Lamere這個品牌 它是怎麼樣子的意義跟存在 其實對我來說 我覺得海洋Lamere 它就是除了 當然是我的肌膚上最好的朋友 就是在我需要的時候 它給我很好的皮膚上面的修護 然後另外就是 我覺得在心靈層面上面 它也很像是我的知己 因為我覺得 就是當我們在做保養的時候 其實就是 很像是跟自己的一種對話 然後就是利用在保養自己 然後在使用這些保養品的時候 就是讓自己擁有自己的me time 然後就好好的去檢查自己 不管不論是肌膚的狀況 或者是目前自己 心靈層面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知己朋友的感覺 那當然 我覺得另外我很喜歡海洋Lamere 就是它除了是一個保養品牌 然後它還是用實際行動 去守護大自然 沒錯 然後致力於友善環境的一個品牌 所以我很喜歡它這一點 對 因為取之於海洋 它也要回饋於海洋 希望我們的下一代 也都可以擁有永續很湛藍的海洋 對不對 對 然後我覺得剛才 柯仁傑提到一個 是她的知己好朋友 這句話沒錯 因為先前你有 先鋪說你的高清素顏照 然後媒體朋友 還有很多網友都說 這太誇張了 這不可能是素顏 而且連您的兒子 都誤會了對不對 有意思 對 妳素顏想要親她 就她說 媽媽 妳化妝不可以親我 對 因為之前我就會 有時候工作 然後帶妝回到家 然後她想要跟我親親 我就說 媽媽還沒有卸妝 臉上有化妝品 說先不要親親 所以她可能就記得這件事情 但是有一次 第一次我在家就是沒有化妝的狀態 然後我就說要來親親啊 然後她說不行 妳有化妝 我說我沒有 各位看看素顏的肌膚 可以保養到這麼好 還被兒子高級溜 這個就是啦 對 但是我相信她是發自內心的 她發自內心 因為她真的覺得妳的素顏 就是像 好像她以為是化妝品 因為小孩子 她不需要拐個彎來稱讚 沒錯 她完全就是直覺 她覺得妳現在很漂亮 這樣子 各位 聽到這邊 要用媽媽好好保養好嗎 因為我相信 像我的朋友 有一些他們的小孩是會說 媽媽 妳可不可以去化妝 妳化妝比較漂亮 可能她的素顏這部分就有點堪憂 需要好好的保養一下 那媽媽跟她小孩的關係不太好 我覺得這個也是需要修補 需要修補 對 但是在這個之後 就想要請教一下 因為剛剛說到是最好的朋友 可是她的這個保養家族裡面 有非常多產品 是 那妳最喜歡的 最常用的又是哪一關 妳真的要我選其中一樣真的很難 但如果一定要選的話 我還是會選經典乳霜 最傳奇的 對 最傳奇 最經典的 因為像我常常就是說 有的時候我們真的很忙 然後沒有時間 就是好好的一道一道 去慢慢的保養 那有時候真的比較想偷懶一點 比較簡單的保養的時候 我就會使用她的經典乳霜 然後就是擦一層在臉上 妳就會覺得妳的皮膚 已經得到了一種滋養 是 對 而且霍倫姐也有提到 像她自己在保養的時候 她是都用按壓的模式 對不對 按壓的絕拉扯 去好好地保養自己 就是隨時隨地都可以的 然後像尤其是最近 就是康考 我覺得那個季節的變換 然後皮膚可能會有一點點 比較過敏的感覺 然後有一些一些就是 開始乾燥什麼 這個時候就是最好的時機 拿起妳的海洋娜娜來保養的時候 妳就會發現真的不一樣 對 無時無刻也都要給自己一些療癒感 Lamir也不斷地推崇這個me time 就是說不論妳有多忙碌 其實都是要讓自己沈澱下來 靜下心也好好的 傾聽自己的內心 到底需要些什麼 但說得容易 這個做起來的確是難啊 我們也想問一下 像剛才 倫姐剛剛有提到 因為平常是很忙碌 有歌手的身分 妳剛剛忙完演唱會 但現在回歸家庭 同樣的也有媽媽的身分 而且當媽媽的確要三頭六臂的 妳又還是妻子 也是女兒 在這些不斷的身分裡面要去做到很多的轉換 那是不是都會有一些壓力 或者是碰到一些難關 妳要怎麼樣去克服這些 其實我覺得很多的 其實不只是我 我覺得很多的女性朋友 我覺得她們現在 我們常常都會有很多不一樣的身分 都不只一種 所以我們常常在這種角色 身分中的轉換 其實真的 有時候會覺得好像會有一些壓力啊 或者是需要去挑釋的部分 那我覺得 我們大家常常會說要好好的愛自己 沒錯 然後要好好的去照顧好自己 那我覺得 面對壓力其實就是從身心靈 這三方面都要去注意到 那當然我們 最主要的我們的皮膚 就是要讓我們好好的保養 然後使用我們最喜歡的 然後適合我們皮膚的這些保養品 去做到一個 對自己最溫柔的滋養跟保護 沒錯 所以啦 美人她不僅僅是把海洋裡面 最尊貴的這些成分 以及汲取到保養品裡面 同時她也想要照顧大家的身心靈 就像我剛才說 你在保養的這段me time 你需要去用指腹溫熱它 需要把自己的思緒慢下來 好好的沈靜你去感受 所以海洋娜照顧的是肌膚以及心靈 對 那張從保養 沒錯 就是全面性的 而且這一次海洋娜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除了我們剛才講的自己的me time以外 還有今年是有一個噪浪者行動 對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太特別了 一個噪浪者行動 就是又是請了很多的 很知名的攝影師 然後我覺得他們是不一樣的身分 這些攝影師有的是衝浪者 對 然後也有女士 那開傳的畫面就不同 對 用他們不一樣的身分角色 然後再觀察這個海洋 就是他們跟海洋之間的關係 然後藉由他們的鏡頭帶出 就是海洋對於我們來說 因為我覺得大家對於海洋的感覺 可能不太一樣 有的人覺得很神秘 然後有的人覺得 海洋裡面很深不可測 有很多的寶藏 那也有像 比如說像我覺得海洋就是很療癒的 因為我們常常會說 我心情不好 我想去海邊走一走 想去看看海 對 所以我覺得海對我們來說 真的是一個很有力量的存在 然後當然我覺得海洋娜娜跟海 就是有很深的關係 所以它裡面其實真的 深藏著很多很療癒的力量 沒錯 值得我們去探索的 是 這一次的造浪戰 也特別想要把這樣的訊息 傳遞給大家 會從今天開始 一直到10月30號 禮拜天都會在這邊展示給大家 也請所有的朋友們 都可以入內來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海洋帶給我們的療癒 沒錯 除了這個以外 因為我們真的是太開心 還可以邀請到惠倫節 海洋娜有特別推出一組保養 使惠倫節精選對不對 對 而且是期間限定 沒錯 這個真的太棒了 對 裡面有經典乳霜 然後另外就是會送小小的 收護精華 那是我很愛的產品 是 精華還有修護油 對 修護油 我覺得 我對於那種小尺寸的那種保養品 真的沒有抵抗的能力 因為它真的可以很方便 就是隨身攜帶 然後你隨時 你想要補充 你想要保養一下 它就是很 它就是隨時在你身邊 你隨手拿起來 就可以做這件事情 尤其現在我們漸漸 已經可以開始出去出遊了 對 帶著這個小容量 小size的 當作旅行室 請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品牌大使他自己特推的 這個蘇慧倫 摯愛保養組 摯愛推薦組 而且剛剛有說時間限定 我請大家好好把握住了 那麼 孤倫姐不曉得知不知道 今天早上其實五點鐘的時間 就有粉絲排隊 只要來到 我有聽說誰 今天誰早上就來 而且他們據說 還在這個場地對面 租了一間房間 哇 怎麼這麼有錢 你知道我常常在笑說 像我們這樣這種年代嗎 是這樣講嗎 反正就是我們這種 比較資深的藝人 然後那些歌迷 也跟著我們一起長大 然後到了現在 他們比較有經濟能力 他們都比較有錢 所以你可能還可以在 活動對面租一個什麼 房間 飯店房間 對 然後我們比如說演唱會的時候 之前 我看他們拿那個螢光棒 也是比較高級的 沒錯 就是跟著最久遠的 因為你用你最溫暖的歌聲 療癒了他們 所以他們的人生一路很順遂 有沒有問題 保養的部分 我們交給LAMIR海洋拉娜好不好 讓大家永遠也都是美肌掌門人 而且其實我跟 就是我用海洋拉娜 其實是在一個蠻有趣的機緣 就是我之前會在一個推拿師傅那邊推拿 然後我就發現 他怎麼那邊有一罐海洋拉娜的乳霜 然後他就是用那罐乳霜 然後再幫我們 可能有時候會推到臉啊什麼 他就用那罐乳霜 我就覺得哇 連這麼專業的一個師傅 他都會用這樣子的產品 就表示真的是很棒的產品這樣子 對 然後一直到現在 尤其是最近 就是你們不覺得就是換季的時候 皮膚就是很容易出現一些小狀況啊 可能比較乾啊 或者是有一些過敏的狀況 然後我就會用他們的產品來修護這樣子 好好的保養 你的肌膚是會有狀況的 偶爾會有過敏的狀況 尤其像我那個時候生完小孩 生完小孩的時候肌膚比較脆弱 然後那時候也會有一些過敏的情形 然後那時候就是要用很好的保養品 對所以那時候我就是用海洋拉娜的乳霜 但是我覺得除了他們家乳霜 我還很喜歡他們家的精華油 因為我一直有一種 就是用油來保養的習慣這樣子 所以那個時候我也有用他們的修補精華油 所以除了精保養 還有什麼 看法可以補充嗎 我覺得保養 當然你除了就是擦一些 適合自己皮膚的保養品之外 其他很重要的就是你的飲食 然後還有運動 我覺得飲食運動跟保養 這三個是缺一不可的 對就是你當然不可能只是光擦保養品 然後就讓皮膚可以保持一個很好的狀態 就是如果你沒有靠運動 讓自己的代謝 是有一個有活力的狀況的話 其實可能也是會保養的比較辛苦一些這樣子 那另外飲食就是大家應該都很清楚 就是吃的東西 吃進去的東西對你的身體 然後你的肌膚呈現出來的狀態 就是會有相關聯的 就是開玩高中演唱會會不會覺得有點唱不夠 唱不夠唱不夠 欸你怎麼知道 我跟你講我真的從來沒有這樣的感覺 就是我 因為台北那場大概是兩年前 然後那時候唱完因為是 可能那個第一場 所以整個人的狀態是比較緊張 然後唱完的時候就真的覺得 哇好放鬆這樣子 可是高雄的 因為中間又隔了蠻長的時間 然後就是你準備起跑了 然後又停 準備起跑又停 所以真的唱完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會有一種失落感 就是我終於有嘗到了 就是聽到很多歌手會說 哇為什麼演唱會唱完會有一種失落的感覺 就是我這次高雄唱完的確是有這樣的感覺 你知道音樂的 其實現在音樂的市場其實就是很分重啊 然後現在也比較是單曲的市場大於專輯 所以我們還在思考一些 就是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呈現新的歌新的音樂這樣子 那現在藝人都會寫帳啊 你有沒有想說自己要寫帳當演員還是主持之類的 呃 我之前都有演戲啊 只是現在比較沒有 對現在比較沒有 因為我覺得演戲可能會 就是真的會花比較長的時間在裡面要投入嘛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就是生完小孩之後 就是還是有一個很大的部分就是媽媽這樣的身份 所以目前暫時還沒有辦法就是讓自己有這麼長一段時間 就是放下小孩不理這樣子 嗯 那這次有參加高雄的演唱會嗎 沒有欸 這次高雄沒有帶他去 對 我怕我自己分心 對 所以今天生日還要工作會覺得 很好啊 呵呵 就是已經很久沒有呃 生日當天還要工作 這就是 都是發生在以前 就是就是生日的時候就是會排很多的工作 但是已經很久沒有生日的時候工作 所以這次我也覺得欸 蠻特別的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就是生日還可以出來跟大家見面這樣子 今天生小孩有沒有送的禮物啊 或是親密的表情 你說今天嗎 沒有欸 對 我不知道 但是他不是一個會給驚喜的人 所以我不會 我不會預期 對老公 對對對 他這麼平淡 哈哈哈哈 不要說人家平淡 人家只是 樸實 哈哈哈哈 對 他不是那種很浪漫的人啦 說真的 可是卡片啊 每年也不會 沒有 不會有卡片這種東西 然後因為我自己本身也不喜歡什麼花呀 這些 所以就是不會有 不會有花呀 卡片這種事情發生在我們家 喔有卡片的話通常都是兒子 對 兒子應該也是被學校的老師逼的做的吧 就是 對 就是不是你主動發生 蛤 不會連蛋糕都做的 呃 我已經收到一個蛋糕 是我公司的同事自己做的 對 然後 我覺得很好啊 就是不要吃蛋糕 我其實沒有那麼需要這些 這些表示啦 對我來說 但是 我覺得 呃 很多人會覺得說 好像到了一個年紀 就是好像不要過生日 但我 我倒不是這麼覺得 我覺得 像過生日啊 就是 你就是找到一些特別的日子 讓自己可以感覺到很開心 然後可能有一些小小的儀式感 我覺得很好啊 沒有不好這樣子 對 那會買禮物給自己 像海洋娜娜啊 平常都在買啦 不會在特別的時候買 平常都會想說 欸 嗯 工作完了好辛苦 那買一個什麼東西 犒賞自己吧 對 那生日 嗯 目前還沒有想到 要給自己什麼禮物這樣子 要是買一張房子啊 或者是一台車 可以不回答嗎 哈哈 沒有啦 沒有到這麼大的禮物啦 對 生日願望 我覺得 呃 嗯 你是說 對於自己 生日願望 我覺得就是 因為今天在這邊嘛 所以我就會想說 我會把其中一個願望 就是送給海洋拉娜 這樣 希望 海洋拉娜業績長紅 這樣 然後另外就是 呃 現在目前心裡會有一些 做一些新的 音樂啊 歌的想法 那我希望這些就是 可以真的實現 這樣 希望 呃 不知道什麼時候啦 可能明年吧 就希望它真的可以實現出來 這樣子 然後 另外就是 希望 希望自己啊 然後我身邊我愛的人啊 都可以很平安很健康 這樣就是 回到最簡單平時的一個 願望 而且我 其實我覺得 我應該可以 講一下就是我最近 有 比較有感悟的事情 就是我覺得 呃 不是說一定 每個人到了某一個 年齡數字 好像就 應該要被 一個定格 就是那個生命的樣子 好像 不是 你到了一個年紀 就一定得要怎麼樣 我覺得 我覺得 像我自己 有感覺的是 就是還在 呃 持續的尋找自己 然後 去發現 欸好像自己 還有很多的可能性 然後就會 覺得 欸這樣子會讓自己 很 這種想法 然後 你就是覺得說 好像那個生命 是 其實是可以很有活力 很有能量的這樣子 對 所以我覺得 想到過生日嘛 就會覺得說 不要被那個 年齡的數字綁架 這樣子 就是不管你在 什麼年紀 當然你要愛 現在的自己 現在這個年紀的自己 但是我覺得 你也要去相信 自己還有很多的 可能性 然後讓你的生活 是可以很精彩的 對 最近有學到什麼 新的興趣嗎 新的興趣哦 對因為你說到要 給自己有很多可能性 嗯 我覺得 因為最近就是 一直在想說 在新歌 音樂上面 所以最近 比如說也聽了很多 不一樣的音樂 尤其是 呃 上一次 當了那個 金曲評審之後 其實我真的發現 現在市場上有 很多很多 不一樣的音樂 然後有一些 其實真的很好 那只是他們沒有 呃 可能沒有那個平台 或者是沒有那個 宣傳的力道 讓那些音樂 跑到最前面 讓大家聽到 那我覺得 這是 這個是我 我這次當評審的 就是得到的一個 就是發現 其實真的有很多 尤其是年輕的音樂人 他們真的有很多 就是很多是很有才華的 然後他們很有 他們的創造力 他們對音樂的想像 然後跟他們在做音樂的那些能力 對 所以就是會有很多思考啦 這樣 嗯 謝謝 謝謝 在靠年會有 有在談 在談 謝謝 在靠年演出 會 在談 嗯 好像有在談吧 我現在還不確定 對 對 但是 我覺得就是 這些事情對我來說 就是因為我本來就不是那種 很有工作上面的欺負心 所以通常這些事情 就是我覺得 如果有這樣的工作 我就會去做 然後尤其是跨年的話 也會去想說 如果真的需要表演的話 是不是要做一些 比較特別的演出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就會好好的待在家 跟我親愛的家人一起跨年 這樣子 對 然後你會覺得有一創 因為你一直有 可以分享他自己的狀況 呃 像現在 其實我 現在在換季的時候 我覺得 保濕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還是會先擦一些 像他的精華露那些 讓自己的 皮膚在一個比較濕潤的狀態 然後再去補上 呃 油 或者是霜 這樣子的產品 其實我覺得保養 你是要看自己 皮膚當下的那個狀況 就是你可能不用 按照他沒有一個一定的SOP 就是你一定要這個這個 這個 全部都擦上去 我覺得就是 如果你能夠 呃 去觀察自己皮膚的狀態 然後什麼時候去用 什麼樣的產品 我覺得 對我來說 這可能會是一個 更有效的保養方法 對 除非我真的覺得皮膚真的很乾 它很飢渴 我就會精華油跟乳霜都用 嗯 好 好 謝謝 對 對 對 我覺得飲食上 呃 應該大家會知道 就是比如說像油炸這些東西 它就是不是對皮膚很好的 對 所以我覺得我 呃 平常在飲食上面 比如說工作的時候 我就會盡量請他們 不要幫我點那種 很油的 或者是油炸的東西 這些就會盡量避開 然後另外一個 很隱形的殺手是甜食 其實吃太甜的東西 對不管是皮膚 或者是身體的狀態 其實都不是太好 尤其是那種 呃 比較精緻糖製成的那些東西 我覺得可能 平常大家默默的 都會不小心攝取太多 所以可能這個部分要 稍微注意到 嗯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